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天氣很冷 所以我不想外出,而且有鼻敏感 所以我留在家裡 不如跟大家拍影片,聊天吧 最近我對自己的頭髮不太滿意 無論它長了很多黑色的頭髮,令我很想外出的意念紋身外 就是我不喜歡自己現在頭髮的長度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高的女生,我是小小 所以如果頭髮太長,很累積之餘 我不喜歡頭髮要吹很久 所以應該在聖誕節前會去剪頭髮 如果沒有意外,我會剪到這麼短 或者再短一點 好啦,其實今天不是想和大家探討我的頭髮 今天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你們經常都發問我的問題 今天就想圍繞一下我平時會用什麼飾物 因為有時候拍片,我沒有特意去說我用哪一種飾物 但你們在影片中間都會問到我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今天就不會說耳環 因為我對耳環這件事是比較花心的 因為我的耳環通常都在淘寶買,價錢比較便宜 所以我會不停地換 如果你說會不會拍一個耳環特集呢? 我之前是拍過一次淘寶耳環片的 那接下來再想一下吧 因為都有50對耳環以上 我都不知道從何入手好 不過大家在我的不同影片都會慢慢看到我一些新的耳環 可以看到我戴上去的效果 那麼多點追我的影片就會看到不同的耳環 其實在我的影片中想問到最高的那件事 其實真的不是耳環 那就是我手上的這條短鏡鏈 超多人問 我想說我戴了這麼多次,每一條影片都會有人問我 這條短鏈本身是玫瑰金色的 現在是有少少氧化了 但程度不算很厲害 就是一條在淘寶買的短鏈 那些珠珠是鎖死了 不會拚來拚去的 好像真的不太看到 其實我現在戴了 它是一條很精緻很細的一條短鏈 但我推薦你穿一些大領一點的衣服才會戴 因為這樣的話 它反而會顯得你的頸變短了和闊了 但如果你是穿一些一字膊 或者是一些比較闊的V的衣服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然後最近比較多人問我的 就是手上的這隻手錶 這隻手錶其實就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一個網集叫So Simple 他們送給我 但其實他們都沒有特別要我很強調這些手飾 只不過他們給了我之後 我就真的很喜歡 但覺得實用性很高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鏡給你們看這隻錶 其實錶面是拱形 上面有鑽石的切角紋 很簡單 完全沒有任何數字 就是兩支針 還有我最喜歡的玫瑰金色 很多時候如果錶帶是很粗 或者是藍妝那些 我根本是無法嫁 這種超幼的錶帶 我自己戴完後 就會覺得整隻手是幼了 有沒有覺得是很斯文的一件事 不會說很粗獷 還有這隻錶帶不是皮 它很神奇地是一個膠帶 所以就算我現在穿著衛衣 你都不會覺得風格不配 因為它是比較隨意的一類 它是一個白色和玫瑰金的配搭 本身是比較高雅 然後比較斯文 所以穿斯文衣服的時候可以 但是因為錶帶是一個膠錶帶的關係 你穿Casual衣服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很得銳 然後大家應該都經常看到我這隻手 這隻是左手 就會有這條紅色的手繩 這條的手繩我這幾個月是沒有脫下來的 無論是洗澡或睡覺都會戴著 是我在Facebook網站看到 然後自己買的 都不便宜 這條的手繩是要二百多元的 好像很少給大家這麼近看 它上面是有珍珠 還有本身都是玫瑰金的 但是因為我洗澡都戴著的關係 它慢慢都失敗了顏色 但是也未至於退到完全銀色的 它是一個索繩的設計 也是很適合我 因為很多時候我的手繩都不適合戴的 然後我這麼多個月沒有脫下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對我有點影響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總之我覺得我自己戴了它之後 情緒波動比較小 沒有那麼容易發紋症 這件事對我和男朋友的關係都好很多 所以最後我就沒有脫下它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有戴不同的水晶鏈 而且在這間店裡我也有買另一條鏈 但是那些鏈 特別是水晶鏈 我本身戴一開始都覺得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事發生 但是越戴 就會開始人情緒波動比較大 但是因為上面是完全沒有水晶的成分 我就不知道珍珠有沒有用 隨便吧 總之戴了之後 個人感覺順暢 我就繼續戴它 但是我經常戴同一條手鏈 對我這個這麼花心的人來說 我就覺得真的有點悶了 所以另外有一條手鏈 我也很多時候不會戴的 而因為我對水晶這件事 開始有點抗拒 所以這條手鏈上面不是水晶 這條你會看到它是金色 還有上面有一顆透明的小石 再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很輕身的 然後後面也是一個自己索繩的設計 這條的手鏈也是So Simple的網記給我的 我自己就覺得它真的很輕身 還有很簡單 很容易配襯 但是它的繩子 是一個比較硬的 我覺得有點像納繩 不像剛才紅色的這一條 它是普通的紅繩很柔軟 它是你會看到這裡比較硬的 我很少看到外面的手繩是用這個質地 它好像一個鬍子一樣 永遠都是這樣摔出來 不會很軟的跌下去 我覺得挺有趣 那不如反正說開手鏈 就說多一條 我是超喜歡的 這條真的很喜歡 我都經常戴的 平時 這條的手鏈是超美的 它是一個金色上面有個牌子 上面寫著Dream字 然後這裡有顆白色的閃石 它們的包裝是超有質感 送給人做聖誕禮物非常之好 譬如給一些閃物 一人一條手鏈一起戴的話 這條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它的盒本身已經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優雅的碎花盒 這個盒是我戴著這條 然後銀色這條 是我送給大家的聖誕禮物 你看這個盒的花紋真的很漂亮 銀色的這條就不是寫著Dream 它寫著Inspire Inspire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英文字 所以一開始他們說給我的時候 我就選了這兩條 因為兩個英文字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真的不太想自私收光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條就會在片尾 大家就會知道怎樣去參加這個Giveaway 這條片是不是很像拍拍又長呢 我原本是打算幾分鐘很短的片 最後講完我的戒指 很多人問我戴什麼戒指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問我這條 我左手這條是從來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我覺得它不值得買 這條是我男朋友送給我的 是一個在銅鑼灣希神可以買到的牌子 上面是因為有鑽石仔 所以這條戒指也挺貴的 要二千多元的 但是我覺得它不值得不是因為價錢的問題 而是它的質素 我給大家看看 你們看不看到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很漂亮的玫瑰金色 然後現在已經脫色 到開始有點變銀色的感覺 所以它是有得去保養的 我也試過叫它幫我去倒一些玫瑰金上去 但是要等一個多月 它聲稱是寄回去歐洲的 但是我又覺得 要等一個多月才可以戴上戒指 我就沒什麼衝動想再叫它幫我再倒過了 重點是它要二千多元 但是脫色到這個程度 但是我右手平時戴上的戒指是淘寶的 它也不會這樣脫色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隻手的戒指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一些星座的戒指 手上這個是柱類座 你會看到它另外這一邊 是做了一個吊色的設計 它是一個戒指鏈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任何紙圍都可以戴上 因為你只索下去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金色 如果你說有沒有脫色 我可以回答你是有少少的 例如這顆豬這樣 原本是全金色 現在都可以開始給我 這裡磨一下磨一下 變成一個淡金色 但是我每天洗手都是戴著它 它旁邊還是非常黃金色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高下立件了 這隻戒指是貴100倍的價錢 但是它脫色的程度 也是比它100倍的 這件事很無言 但是其實這隻戒指也有它的缺點 它這些星座形狀 這裡不是凸出來的 它是很容易勾到衣服的 你冬天的時候 你穿一些冷衣 尤其是線衣 它一勾就會勾到整條線扯出來 我之前另外那隻 就是因為不知道被什麼勾到之後 然後扯開了就爛了 所以其實它也有它的缺點 但是它只需要20多元 我覺得這些缺點完全是可以包容的 我現在手上最常戴的一些手飾 就跟大家分享了 大家應該都很心急想知道 如何參加這個Give-A-Way 如果你想得到這條鏈的話 跟我在下面留言說一說你想要它的原因 然後你要記得讚我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DottieHiley 只要你做齊了以上所有的事情 就有機會得到這份Give-A-Way 所有參加的詳情 譬如什麼時候截止 跟著幾日去公佈的話 全部都會在Info-Bio說的 好了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條影片 然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這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然後最多人問我最好的首飾裝飾是什麼呢 當然是Chopper 除了我不滿意自己的髮型之外 我也不滿意這個人的髮型 所以下個星期先剪頭髮 你們多看一會 Chopper這個樣子 因為剪完頭髮就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 好了 那我們再跟大家說一次 拜拜 拜拜 拜拜